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家尔盛装出席 现场群星璀璨 算得上是最近半年以来 乐坛举行的首个音乐颁奖典礼 而最大的赢家当属周深 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正式颁奖了 这一次的颁奖典礼 其中大多数歌手我都是不太关心的 比较关注的一位歌手就是周深了 周深在东方风云榜下 揽下了三大奖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佳线上演唱会 十大金曲奖 周深荣获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凭借歌曲《何光同城》 荣获十大金曲奖 同时 他的线上TME Live 晚安明天见演唱会 荣获最佳线上演唱会 三项大奖都非常有意义 既是对他2020年表现的认可 也是实力的绝佳体现 一 最受欢迎男歌手 这个奖项非常重要 是对歌手在2020年里面所有的努力的高度认可 在整个2020年周深共发布单曲 近40首原创单曲 几乎每首歌曲都曾在各大榜单中高居前列 也在很多舞台演唱了不同的曲风的歌曲 每次舞台表演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东方风云榜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是一个重量级的奖项 历届榜单中 刘欢 孙楠 杨坤 胡彦斌 李全 薛之谦等歌手 均曾获得过该奖项 这次周深能够荣获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可谓实至名归 二 十大金曲奖 何光同城是2020年热播剧《大江大河2》的主题曲 这首歌由董玉达作词作曲 发行于2020年12月16号 这首歌非常受欢迎 曾在腾讯音乐《有你音乐榜》 连续六次斩获人际得分Top1 此外 2021年第六届电视剧《品质盛典》上荣获品质金曲 该项殊荣是品质盛典特赦的奖项 可见该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周深演唱何光同城 声音异常清澈有力 这首歌中间伴着古典层层叠叠 将情绪递进 充满正能量 这首歌作为《大江大河2》的主题曲 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它既是一种为人处事之道 也是一种工作上的处事之道 三 最佳线上演唱会 2020年7月25号7点30分 周深晚安明天见线上演唱会 该演唱会由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TMELive举办 演唱会中周深创下了两个记录 那就是19分钟内演唱了40首影唱OST歌曲串烧 也创下了一场演唱会 演唱歌曲次数最多的记录 该次线上演唱会 观众达到1400万 非常火热 2020年周深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 而2021年的表现则是更加的光彩夺目 它在进步从未停歇 它的舞台越来越多 希望在下届东榜盛典上 周深能够获得更多的奖项 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说东方风云榜不算什么特别具有权威性的颁奖典礼 但是总归是一档举办了非常多年的颁奖典礼了 对于目前身为新生代歌手的周深来说 这个成绩是可喜可贺的 而二次元男孩自带笑点 嗓音的独特让人欲罢不能 周深 和光同诚 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用最棒的原创精神唱出最棒的音乐态度 昨晚现场一如既往的超吻 神仙嗓音空灵又动听 听周深唱歌真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治愈 从青涩少年到精彩霸占各大音乐平台榜单的实力唱奖 周深在不断的蜕变和成长 周深的成长之路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 之所以这样说 我们不妨看看周深自己的话 第六年来到东方风云榜 感觉每次回来都可以看到刚出发的我 我要加油 成为你们的骄傲 谢谢每个听到我声音的人 谢谢给我机会 让我被听到的每位老师和每个舞台加油 周深火是必然的 大鱼之后周深便自信了很多 自身也有了底气 有了代表作之后 参加各种各样的节目 演出都不至于不自信 之后的路便是顺风顺水 演唱各种OST 参加综艺节目提高曝光 周深真正意义上的人气热度提高 还得从我们的歌歌手两档节目说起 参加我们的歌大方异彩 和李克勤组成情深深组合 即便到了如今 依然有很多人关注 两人的合唱歌曲也收获了相当多的收听量 再到歌手 于周深而言 参加歌手不是说为了想要获得什么名次 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他 不管是我们的歌还是歌手 参加两档节目 对于新生代歌手来说 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知名度 中老年人群可不会在网络上 特意去搜一个不熟悉的歌手 但是大多数的人却一定会看电视 而如今的周深 已经成为了乐坛的香波波 备受音乐综艺OST的青睐 如今拿下三大奖项 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很夸张的 而且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是 之后的周深只会越来越好 之所以这样说 有三点原因 第一 周深的唱功足够强悍 几乎不存在任何倒嗓的可能 科学发声只会越来越强 第二 周深的综艺感是很好的 比起大多数vocal录像的歌手 周深参加综艺节目时 非常会做效果 这样的歌手更容易获得曝光 因为他们不仅仅局限于音乐方面 还可以参加更多类型的综艺节目 第三 不缺OST资源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周深的发歌速度是大多数歌手望尘莫及的 再次恭喜周深获得第28届东方风云榜最受欢迎男歌手 我们亦相信周深会继续踏实稳步前行 以作品一生 一起期待他在未来有更多的突破